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沿黃龍坑道上山 然後跨過北龍石間 先後登上薄刀刃的四個山峰 第一個是小子峰 第二個是動森人頂 第三個是主峰 薄刀刃 是有舊標高處的 第四個是無名的511山頭 是有新標高處的 接著就會下山 走到北龍石間的源頭 也就是天書壁的位置 下山前再登上一座很尖的山峰 婆計山 之後就沿低布石下山 直到東涌圓結 全程是8.2公里 減到錫斯路 單計山徑的長度僅為4.2公里 好像很短 但其實這4.2公里 不是大上就是大落 幾乎是沒有平路的 所以它的難度 只是在於西九牙之下 路線不太空險 但絕對要小心 這條路線的GPS檔 可以掃描這道下載 氣點在東涌馬灣新村 由東涌站走過來 大概是10分鐘 坐E線巴士 就在東涌消防局下車 不懂得走的 就掃描由下角的QR Code 打開地圖定位 跟著走過來 一條直路 轉個彎就到 就到了 這條是東涌道 走幾步之後 就轉入黃龍坑道 然後沿馬路直上 大約要走1.8公里 慢慢走就25分鐘左右 先會經過赤立角新村 在上東沖沛水庫路口的斜對面 有一個流動廁所 在後一點還有一個 繼續前往黃龍坑郊遊徑的方向 慢慢走 當散步 當熱身 因為只要一入山徑 就要不斷上 不斷爬 再沒有平路 黃龍坑道是一條大斜路 會由海平面 上到約海拔80米 才入山徑 算是登上駁刀刃 最容易的路線 留意兩旁 間中都會見到有路牌 大概都可以知道 有多少石屍路還要走 一路上左邊都可以看到薄刀刃 路線是會由薄刀刃的藍隻上山 然後再接上西隻 跨過車閘之後 大約還有四分之一的石屍路程 接著會經過黃龍坑樹井 去完石屍山看釣鐘花 多數都會在這裏下山 再走前一點就是黃龍坑郊遊場地 來到十字路口 左邊是上山前最後的流動廁所 右邊是登上大東山的黃龍坑郊徑天梯 獲了攻防徑之後 再直行多一點 關都不用轉就到了 就這樣走到石屍路尾 然後轉入危險警告牌後面 就來到不龍石間 如果從石間直攀至頂 就是天書壁來的啦 不龍石間的路線 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首先 走上不龍石間堤壩旁的摘梯級 薄刀刃的方勁入口 就在梯級頂的左邊 上梯級後 不要靠右走 否則就會落了不龍石間 路線是很明顯的 全程一點都不龍的 躺藥越走越不清的話 那肯定是走錯路啦 不時都會見到有絲帶引路 跳路攻闊 真是想走錯都難的 所以 薄刀刃的難度 不在於路線難以分別 草叢貿物 好像迷徑之旅 他的難度 存在於急升攀爬 斜度較高 但又不像西九牙一樣 幾上幾下 看路線的等高線圖就知道 薄刀刃是一口氣上頂的 沒有像孖干山的大幅上落波幅 這幾下 初段已經非常斜的啦 黃筆轉頭 就會知道已經發生了不少 發生小指豐這一段 大約是750米的路程 會由海拔約80米,回到370米 攀升幅度有290米,都幾高 以3米1層樓計,都差不多是8層樓 入山徑之後,都是有樹蔭 就好像走在林徑那樣 不過,山徑很快就變得開陽,比較暴曬 首個目標,是右邊的小山峰,小子峰 目標是清晰的,路都是清晰的 沿路一直上,都沒有分岔路口 唯獨是有些遙遠,有些距離 不僅要走近100層樓,快極都有走 說實話,頭段的山徑真的算好好走 一路上在影片看到的,都是好像林徑那樣的泥路山徑 一點都不像很高難度的山徑 一點都不像很高難度的山徑 不經不覺,車道逐漸增大,路都變得有點難 這個路況有點像泰墩 部分的山徑,有明顯的衝扣 部分的山徑有明顯的衝扣 絕對不能夠快 亦都快不起 在這裏插錯腳 雖然不會滑下山崖 但如果扭傷了 都頗麻煩 靠自己撤退落山 都要排落 即使等救援 都要排你等 隨時曬死 都未來得救你 所以都是自己小心得好 正所謂小心方圍上上策 要走得穩 穿一對很抓著力的行山鞋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穿球鞋 臨上到小枝封山嶺之前 是需要少少手腳並用攀爬的 留意路口的絲帶位置 繼續跟著清晰的方径走 走到這裏 大約還有250米的路程 才到小子豐 山徑彷彿變回臨徑 轉眼斜度 又開始逐漸增大 一步一步慢慢走向山頂 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淋蔭下少了一陣 要保持體力 路程還有好長的 去到要多些攀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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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帶的方向是重要的機號 不要見到大石就爬 正確的路線是不用直攀的 目視的斜度大約只是45度 割了之後 是一片蜜林 也是小子豐的山頂 小子豐高海拔370米 是沒有開陽景色的 更加就沒有標高處 在山頂走的時候 一點都不像在山頂 上完小子豐就要落一點點 上完小子豐就要落一點點 根據地圖標示 小子豐之下的山咬 是海拔301米 這樣不就是要下降70米這麼深? 但走起來絕對是沒有落這麼深的 最多只是10米8米 只是很輕微下降 看看 只是走了一段很少的平路下坡 已經再次上山了 往後的山勁都是開陽的 不再走在灌木林裡面 薄刀人要落手落腳攀爬的位置 已經全部通過了 剩下的都只是稍微崎嶇少少 斜一點點的山勁而已 在這裡回望 會比較清楚見到小子豐 是一個很少的山優 接著的目標 就是要登上面前的動森人頂 距離小子豐的路程大約是350米 在這裡走過去 大約300米 難度是不高的 最難的都已經過了 這一段就是薄刀刃藍隻的尾聲 要朝向北面走的 上洞心人頂後 就會接上西隻 轉為朝向東面走的 基礎的方向感 可以借助太陽 略之一二 段路真的很漂亮 只是一條暗斜 一條斜少少的普通泥路山徑 路杯是無比清晰 只要跟著走就可以 沒什麼特別事項要注意 比較之下 這一段仔 其實比登上大金鐘更容易 這裡的泥路山徑是實的 踏上去是非常穩的 而大金鐘的浮山水隻 就多很多 故此 亦都比較滑 難走 雖然尾聲這一段都是幾斜的 但都不是太難的 基本上是不用手腳並用的 只要小心踩在大石上面就可以 上到頂 是一片茫密的小竹林 看著地上的路杯走 穿過之後 就來到洞心人頂 洞心人頂 高海拔 515米 是無標高處的 景觀主要可以看到機場 河繼山 薄刀印的駐峰 以及二東山 大東山 鳳凰山都一目了然 接著向著前面的薄刀印進發 兩封相距 約250米 一小段是全程草叢最茂密的一段 兩旁都是小竹樹 平坊 還要自己知道 幾歲 方便準備一架 只是兩旁的小竹樹高到有點打臉 過了之後 山徑的清晰度就會回復正常 由很高的小竹樹變成蟹好多的草叢 途中有一些大石是理想的影相位置 就當照休一會吧 山頂已經越來越近 再走多一點就到了 尾段只是在山脊環移 再不用向上爬 位置仍不險要 不妨左望右望 隨心欣賞下風景 標高柱就在眼前 先回望看一看 形同九牙嶺的洞心印頂和小智峰 真是好似的 彷彿力盡萬水千山 終於來到薄刀印山頂了 薄刀印高529米 山頂有一條舊標高柱 風景都是不錯的 少一會 欣賞一下這個環迴360度 無遮擋的風景 前面的小山頂還有一條新的標高柱 向著它走過去 兩封相距要是250米 高度相差就只有18米 山頂的位置都不深 地圖標示是496米 和薄刀印的柱風相差是33米 這個高度合理好多 目測大概都是約10層樓左右 剛剛小智峰旁的山頂 最多落差未三層樓 又怎會是70米呢? 地圖一定是出錯了 大家要知道 尼仙地圖並非官方地圖 指本地圖 其實並非100%準確的 一切都是大概的 其中山頂不是城市的石屍路 是會隨著時間不停地變革 Colombia 他four BuSo 不用十分鐘 轉到新標高柱位置 高海拔511米 這個位置看東風景 是開陽一些 但是小智峰就完全被薄刀刃遮住啦 薄刀刃就走完啦 巡領一邊下山前往不龍石間的源頭 先走到山咬的位置 小心地慢慢下山 生口一帶都是草叢 要注意分辨方向 去天書壁就不要跟屍帶走 屍帶是直接引出大佬的 正確方向是要靠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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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分岔路都幾多 趕完也未必記得 行到一處大石平地是分岔路 正確方向是要靠右走 先轉右走 是一條捷徑 落底再轉右 即是一連要轉兩次右 然後直行一小段 大概走80米左右 就會去到一處彷彿沒有路的盡頭 面前有一條很斜的山坡 看上去不像行得 而且浮沙碎隻極之嚴重 好像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去了 落到盡頭 還要攀下一條岩石垃圾 若有2.5米高 需要利用崖壁上的樹根來攀下去 左右兩邊一級一級地下 熄就簡單 不熄或怕就好難 落到崖壁底 只要轉左走前兩步 舉頭一望 雲偉的天書壁就眨眼前 天書壁 是一個很壯觀的大自然景觀 兩塊10米高的直崖 以90度角平排 再加上層層疊的紋理 彷彿形成了一本無字天書 小休過後 就沿路爬上去 向上爬是比爬落容易很多 因為落腳位會清晰很多 應該有手有腳都懂得爬 在浮沙碎石頂有一條分岔路 離開是靠左 不過先靠右帶大家去天書壁頂看看 一看 要小心 不要靠太近 探索下無防 但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走完天書壁後 跟著條大路走出去 再次經過這片草叢 大約要走120米 在圖中 會遇到多個分岔路口 全部都是轉右 總之就靠右走 就可以輕鬆地接上大路 跟著轉左一直走 這條大路 這條大路 就是白芒到大東的官方境 正面是去白芒 背後是去大東的 最後一個目標 就是前方山勢好尖的婆繼山 上樓也有些氣力 不打算登上婆繼山 可以在稍後的分岔路口直走直過 大約在大路走300米 留意梯級尾後面的10米 在右邊 就可以找到一條方徑上山 入口是不明顯的 要分岔留心觀察 要分岔路口 山勁起初的草叢 是非常密密的 以往還有另一條方徑 在前一點的位置 但那一條已經密到路背都見不到了 只要穿過草叢段 方徑就會回復正常 而分辨很多 想登上婆繼山的 就嘗試一下 萬一真的不行 及早回頭接反就是了 中後段的山徑都是很明顯的 難道有點像登上西貢三尖之一的釣魚翁 不過就高一點 攀爬量就再多些少 遊戲有力的 很快就接近山頂 在圖中的右邊 加點幻想 就可以找到狗頭石 是可以看到喜寧州 和旁邊的州宮島 和旁邊的州宮島 近山頂的位置 是最斜最直的 自然就需要下手下腳地攀爬 要攀爬的位置 都不算謙妙 放蛋爬上去就可以了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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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非常清晰 另一邊可以看到老虎頭 和大大小小的島嶼 風景是意想不到的遼闊 下山的方向在左邊 是一條非常斜的斜坡 山徑是很明顯的 一點都不朦朧 但就是斜坡得很厲害 幸好兩旁都有樹木可作扶手 可以一邊扶住一邊下 總算不太困難 剛剛落婆計山那一段是最斜的 之後的斜坡會稍微放緩一點 起碼不用扶著樹木可落 臨近一個平台的地方 設計不要直衝 要留意左邊的分叉路口 要留意左邊的分叉路口 山徑是明顯的 但就要回頭看才會看到 萬一直衝下去 又不用怕 不怕的 同樣都可以落到山 那條是婆計山的筆隻 出口大概來 將要走的低布隻 150米左右 如果行山人士是想去白芒的 那就直落筆隻會近一點 不過在正常情況下 都是不會去白芒的 因為白芒是幾乎沒有交通可言 除非是想長征到老虎頭 梅窩 否則 都是直落東沖最實際 這條路只是斜了一點 微遠都可以見到山隻上面條山徑 看著樓宇的高度 不用猜 都知道有段落了 大約落十分鐘 就接回剛剛條大路 也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右轉是往白芒 直落就是低布隻 往東沖 也是最快可落到山腳的一條路線 低布隻 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其實是取名字山腳一條已荒廢的村落 等一會兒都會見到的 低布隻的南面有一條石垢 就是低布坑 又名婆計西坑 所以低布隻其實都可以叫做婆計西隻 都是一樣的 沒有不同間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由婆計西山開始下斜之後 是一直沒有停過 都是不斷地下斜的呢? 大家又再看看等高線圖 就清楚落山的斜度 其實跟上山是不遑多樣的 幅度甚至更大 是要由海拔482米直落到海平鏈 一下子直落近500米 482米有多高呢? 在九龍站的環球貿易廣場 即是ICC 天制100 就是樓高484米 這樣一口氣落482米 又要多少時間呢? 參考了相片的時間 不拍照 不休息 不斷地下斜 大概用了45分鐘 由山頂滑到山腳 全段落山的路況 大家從遍段中都可以清楚見到 絕對不是交流敬禮的 雖然不算是很斜 但都是要小心地下的 將地下斜 坐著 都是看著影關園走下去的 方向既清晰又明確 無論如何 慢慢地下吧 上得高山就預了要下山 有上就必定有下 想下得輕鬆一點的 就帶備行山像幫忙 將行山像調較長一點 行的時候插去前面幫助平衡 如果行山像是不能調較長度的款式 就盡量手持肝頂的位置 佔用行山像落山 對膝頭是有莫大的幫助的 走到大樹蔭的位置 低布脊應該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妨小優一陣再走 長命車 長命下吧 真是下極都有 和黃龍坑加油勁的天梯有得比 轉眼間 轉眼間 就來到第二個大的樹蔭位 與此同時 也差不多跟影彎圓平頂了 基本大樹蔭位置 基本大樹蔭已經下落了 接著會接上一小段較為平緩的下車 很快又再下一個 真是沒完沒了 完了完了 轉多幾個彎就到了 過了第三個大樹蔭位置之後 留意一個小分測路口 左邊有一條三角測量柱 落山的方向是要靠右走 只要再落多一小段 走多約一分鐘 就會到維修斜坡頂 是不是很快呢 真是到了石屍路 這裡是維修斜坡頂 左邊有一條右長 右狹窄的梯級落山 原梯級不斷走下去 有十大層 每一大層 約有五十級樓梯 每一大層 約有五十級樓梯 落底車後轉左 在附近就會見到荒廢的低步村 然後跨過隱水道 靠右走就可以離開山徑 接上長東路 只要沿行人路一直走 大約走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東涌站 結束前 都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駁刀印的主要難度 是在小智峰的位置 需要少量攀爬 但這樣並不代表駁刀印很容易走 雖然沿路的方境都是非常明顯 但部分路的旁邊都是懸崖超壁 路是闊的 但不容有塞 再加上攀升量都不少 是要有一定體力才能夠應付 全程最直要攀爬的位置 就是落天書壁 第一次落 是會手忙腳亂 不知所措 最好由有經驗的山友陪同和指引 婆繼山的山峰是很尖 因此 上落的山徑都有一定斜度 絕對比釣魚翁難幾倍 不想走的話 就看左當去左 今次功夫挑戰性的旅程就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繼續可以 開心上山,安全上山 喜歡我Channel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和Like 找閒山路線 記得來teamhiking.co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